哈喽大家好,今天小猫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影片名字叫做魔童 阿美跟大熊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怀上孩子 一天夜里,强暴中的一儿小布从天而降 十年后小布长大了,他们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但父母却一直不让他靠近骨仓 客上的小布低头画着诡异的符号 但对于老师的提问,小布还是对答如流 到了晚上,骨仓散发着诡异的红光 阿美听到动静出门查看 看到小布在拼命摇晃着骨仓的暗门 阿美上前制止后,小布顿时恢复了理智 隔天,大熊交给小布一个割草的任务就走了 小布没能熟练地使用割草机 大发脾气把割草机甩了老远 小布发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把手指伸向飞速转动的齿轮 齿轮被迫停止,小布的手却毫发无伤 生日那天,小布的姨父跟小姨送给小布一把枪作为生日礼物 但却被父亲大熊制止了 小布一直很生气,把叉子摇得变了形 阿美发现了小布藏在床底下的美女图侧和人体解剖内脏图 但另一边,小布却来到了同学小花家里操控着电脑 眼看着盒上的电脑又自动打开了 小花害怕极了 她也隐约看到小布就在窗边 第二天,由于小花的失误 小布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在小花伸手将小布扶起来的时候,小布将她的手捏断了 双方家长进行调和 小花的母亲情绪激动,扬言要让小布去死 阿美也让小布的小姨对小布进行心理辅导 但小布却表明自己是外来的高级物种 对于小布的异常,小姨决定要上报给警局 睡梦中的小布一直念叨着两个字,占据 又来到古仓的她打开了暗门 看到闪烁的红光,小美急忙赶了过来 看到漂浮在半空中的小布掉了下去 仓底的飞船将她的手搁伤了 这是她第一次流血 阿美把她是领养来的事实告诉了她 小布发了疯地走了 而她也终于觉醒,她要占据世界 小花的母亲晚上收工准备回家的时候 窗上写满了诡异的符号 破碎的玻璃扎上了她的眼睛 她害怕极了 躲到储藏室,关上了厚厚的铁门 但却无济于事 铁门被轻而易举地打开 小布身披斗篷,头戴面罩 把小花的母亲杀死了 小布来到小姨家 躲在衣柜里被姨父发现了 她把小布狠狠地拖到外面 却被小布击倒了 开着车前去追小布的姨父 走到半路发现车坏了 之后她也被小布杀害 回到家的小布跟父母撒谎说去踢球 但却被阿美和大雄看出了她的谎言 隔天,阿美跟大雄告知一副去世的消息 小布却非常淡定 心中早有疑惑的大雄对小布大发脾气 却被小布中伤 阿美却还是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可能伤人 大雄觉得不能再纵容小布 借口带小布来到了森林打猎 却在开枪打中小布的头后 发现这根本不会对小布造成伤害 而她也被小布杀死 阿美无意中发现了小布床底下的诡异符号 和血腥的图案 终于意识到自己儿子可能没有以为的那么简单 于是就给大雄打电话 却被小布接到了 她告诉阿美爸爸走了 她也马上就来找妈妈 阿美吓得立马报了警 警察赶到后 刚走到门口就被呼啸而来的小布杀了个血肉模糊 阿美终于想起骨仓里的飞船能够对小布造成伤害 于是就偷偷跑到骨仓 却看到被钉在墙上的妹妹 阿美顾不上伤心 急忙掰下一块飞船的材料藏在了身后 决定亲手了结了这个魔童 却被小布察觉 看着抚养自己长大的母亲竟然要杀了她 她抱着阿美一下子飞到了半空中 撒开双手 眼睁睁看着阿美掉了下去 面对迎面而来的飞机 小布把一整个飞机的人全都杀害了 新闻上也处处显示小布所画的诡异符号 全国都陷入了恐慌当中 影片也到此结束 看来身披斗篷拥有超能力的不一定是正义的超人 也有可能是危害世界的魔童啊 看完影片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评论区告诉小猫吧